中国股市再破3000点,资本市场陷入新一轮的折腾,那么中国A股今天又陷入了一个保卫战 上证指数一开盘就跌破了3000点,那么5月20号上证指数是近期的高点是3174点 那就开始一路下跌,跌足一个月就再次来到了3000点的位置 中国证监会刚刚宣布了科创版新政,科创版新政一出来马上跌给你看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6月19号在路加嘴论坛上宣布,中国证监会将会推出科创版的改革8条措施 他把这个科创版的改革说成是拥抱薪资生产力,薪资生产力是习近平提出来的新词 那么吴清是用这个科创版的改革来拍马屁,吴清说将会采取多项股市政策措施推动薪资生产力的发展 一要提升多层次的市场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第二要壮大耐心资本,什么叫耐心资本 他说呢科技创新是新制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企业通常高投入 长周期,经营不确定性大,所以呢要坚持这个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在新制上的 高度契合,意思就是不挣钱 我也要投,怎么说呢?简单的理解就是因为领导看上了,要干,所以我们就得干 然后呢下午呢中国证监会就宣布 公布了一个关于深化科技 科创版改革,服务 科技创新和新制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 简称科创版 科创版八条 这八条第1个,研把入口观,第2个 试点调整 适用新股定价高 定价高价剔除比例 第3个是优化 科创版上市公司的股债 融资制度,第4个是支持 科创版上市 上市公司收购优质未盈利 硬科技的企业 第5个是完善 股权激励制度,第6是丰富 科创版的指数,ETF产品 第7个是加强 上市公司全列条监管 第8个是优化 这个司法保障制度机制 我讲过很多次,吴清是个酷吏,酷吏最擅长是打击,各种打击 他就是个榔头 看见啥都是钉子 就得敲 所以他上任的第1天我就讲 中国股市在吴清手里 好不了,吴清作为证监会主席 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哪里,他把他的位置放在实现习近平的意图上 那资本市场的定位是什么?资本市场的定位就是为领导服务 那你想一下,这股市一定会完蛋 以前的中国证监会主席会不会这么明确把股市跟领导联系在一起 没有,还没有这么明确 以前是股市为国企服务 为国有经济服务 这大政方针 那现在不是,吴清是直接把股市为领导服务 所以现在开始折腾科创版 大家还记不记得北京证交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那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北交所是2021年11月 开始,就是把这个新三版的股票全部 转移到北交所,当时是说北交所要和上海和深圳 甚至上香港 这个旧版,这两年半下来基本上可以关门,北交所有个北正50 他的指数 单日成交量从高峰期的303亿,一路跌到6月份 6月13号跌到了26亿,跌到了91% 北交所的IPO也是门口罗雀,四个月来才第一次,第一单 靠这个北交所IPO的投行肯定要饿死 习近平当初开北交所 啥的准备都没做,突然有一天 开一个委员会 就是经贸委员会 宣布成立一个北交所,相当任性,结果烂尾 烂尾记录再加一项 就是北交所 那除了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领域也在折腾,路透社报道,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要求 中小新银行在2026年年底之前停止销售理财产品 理由是遏制金融风险 除非你这银行有单独的理财子公司 否则你不可以卖理财产品 那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已经向山东 广东浙江这几个省中小新银行下达指令 要到今年年底之前开始逐步的减少财富管理的业务 直到2026年完全停止销售理财产品 那么另外金融监管总局还要求中小新银行在财富管理业务和银行业务之间 划分明确的界限,并且规范财富管理业务的资金运作 过去几年为了打击这个影子银行 银行理财业务一直是中国监管机构的整顿目标 中国官方在2018年要求银行设立一个专门从事理财业务的子公司 然后用它来做理财产品销售和财富管理业务 所以从2018年到现在,中国的主要的国有银行和大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 都搞了一个独立的财富管理的子公司 但是大部分的中小新银行都没做,为什么?钱的问题 成本的问题 大银行有钱 小银行没钱 没钱他就不做 那么所以呢,金融监管总局把这些中小银行 如果你不做,就把你赶出去 赶出这个理财产品销售市场 这件事情对于中小银行来说会带来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因为很多中小银行是靠理财产品销售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中小银行也是把理财销售业务和财富业务 和他的其他的银行业务搭配来运营 如果你现在金融监管总局让中小银行把这些业务停掉 那很多中小银行的分行就养不住 他就倒闭 那中小银行本来就没几家网点 他是养不住关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银行的盈利能力会跌到他无法生存 所以这个政策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消灭的中小银行 这个政策也非常的任性 这个政策目标是控制金融风险,但政策本身就会造成金融风险 就是政策本身会带来金融风险 第1个,你要停掉这些理财业务 那你就要清理呗 清理你会造成什么? 流动性紧张,理财产品我是把理财产品卖给我的客户,我拿到钱 你现在让我退出这个业务,那我就把钱还给他,我把钱还给他 他把理财产品还给我,本来我的钱是刚刚好,我现在把钱还给他,是不是流动性风险? 另外一个,我本来业务做得好好的,突然理财产品要回收 那有可能贬值,有可能违约等等,这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还有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市场反应 一不小心 市场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的传言 照争几题都有可能 所以有市场风险 还有操作风险,对银行来说是不利 不利的,因为 客户会不满,所以实际上本来没有风险 结果这个政府搞一个政策,折腾一把,风险就来了 所以折腾是本届政府的特征 折腾的目的是什么? 折腾的目的就是让领导高兴,让领导满意 但是这些折腾,现在的这些折腾正在大规模的破坏 生产力 中国经济今年本来是会衰退的,你现在这么大规模的折腾 那你明年可能还会出现危机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街道办开始裁员了,帖子说这几天一些街道工委 开始开会 街道办开始精简人员,节省开支,那么最先裁减的是合同工,没有编制的人 那么这次裁减之后,街道办的职能将会大规模的缩减,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财政危机 最终会反映到哪里?反映到治理上 这就是个死循环,领导爱折腾,下面拍马屁,拍马屁就不断的使劲的折腾,一折腾企业就倒闭,倒闭之后财政就更完蛋 我现在感觉这一轮的财政危机带来的经济动荡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 而且离听扫穴非常的深 而且不仅仅是对当下的经济影响大 而且会影响长远的经济影响 所以明后年的经济展望 我觉得指望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